他们把帝王蟹当零食吃 把大龙虾当面包啃 这是啥家庭 还把南起金枪鱼切成一厘米的厚片 海带垫底 搭配上三文鱼 这便是餐前小菜 鱼片均匀地裹上面糊 下锅炸至两面金黄 精致的摆盘 不能有一滴多余的酱汁 这一桌子美食 却只是这群精致男人 每天的早餐而已 中午吃腻了龙虾刺身 那就一人一只 炸着吃 金灿灿的外皮 一口下去咔嚓作响 可你能想到 这是在南极内陆吗 海拔3800米 平均温度零下54度 这里没有企鹅 没有北极熊 甚至连细菌都没有办法存活 只有这八个男人 驻扎在科考基地 每天除了工作 就是打打麻将 找点乐子 喝喝小酒 搞点情调 跟着小姐姐跳跳健美操 而西村每天就干一件事 那就是变着法子给大家做饭 今天是饭团 晶莹剔透的米饭 配上雪鱼子和龟子鱼肉 咸熟地捏成三角形 再包上海苔 配上浓郁的猪肉汤 这便是家乡的味道